這個部分純粹是想增加教學的內容 剝算用刀壓是非常正老的方法 但對我來說我用手這樣壓 有人說我是野人,他也未必有錯 第二個步驟是切成片狀 其實片狀都可以的,不過今次想做成蒜末 補幾刀等它矮一點,然後就爆裂 記得要把刀上的蒜頭弄下來,不然就會越切越少 然後切吧 剛才也說了少,這個方法是最安全的 這個醬汁需要2湯匙,糖2茶匙,白醋2茶匙,水 隨便吧 醬汁 不要加太多 嘩,竟然印乾它,但這個行為我平時從來不會做 因為我平時怎麼做呢 一放進煎鍋裡,烤走就對了 那絕對也要承認一下,海鮮絕對不夠長項 蝦呢,我都不喜歡吃 因為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人比較便宜一點的食材 那蝦就不算特別便宜 不過這碟菜真的性價比算是非常高 這個鍋呢,這個煎鍋很明顯有問題 這個部分把剛才混過的醬汁放進去 因為主要都是要做一樣東西 就是將醬汁做到稠 稠到一個位置可以黏住蝦,這樣就上一碟了 水和鹽的量呢,我在這個部分都做出了調整 水呢,純粹因為我覺得太乾 或者如果早點預料到,可能是不需要加水 我這個還未可以太清楚告訴大家 但是鹽呢,這個比較tricky 就是如果你弄得不好吃,我就會說 因為你的鹽放不夠,或者放太多了 好,在最後這個部分,我加了少許牛油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做 因為我純粹覺得不錯,挺好吃 如果你覺得最後不好吃的話 因為加鹽不夠,或者因為你加了太多鹽 那要注意的事項呢,就是不要把蝦煮得太熟 因為它太熟了,就好像Tesco的蝦 不是,Tesco的蝦是好蝦 但是,就是這樣 對啦,這樣呢,其實 這項菜呢,很誠言地說呢 就...趁熱吃先,趁熱吃先,神經病 對了,我的鹽殼吃光了,現在已經盡快了 那些茄汁呢,再配合蝦本身,如果有鮮味 說回價錢呢,又是... 這些蝦呢,這個量,可能我偷吃到幾隻 其實應該是這裡的雙倍,才是4磅而已 那可以吃... 我現在當小吃,但你可以當一碟菜 那很難只吃蝦就是一餐的 但是就... 我會說它值1.5餐,才4磅左右 那蝦的質素也是你自己喜歡的 我覺得... 不要買Tesco... OK,Tesco贊助,Tesco贊助 但是不要買Tesco那些 因為Tesco那些... 我未吃過好的 反正,就是你那些沒有學的那些 它trap不到一些... 肉汁 sorry,不是肉汁 trap不到一些... 茄汁 在裡面,所以就... 不建議 還有蔥呢,不要炒那麼久 我耐了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要翻丁了 那...其實做這碟菜有什麼注意呢? 我自己覺得就... 沒有什麼注意的 注意多看別人的YouTube 因為... 其實我主要教這碟菜 我覺得是...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是它那個... 即是很容易做得很好吃 所以... 那就是我做 你明白嗎? 但其實它的變化中間 我覺得是會有潛力去變得更好吃的 例如說... 加多一些... 可以加辣... 那些泰式辣椒醬 加一點 之前做朋友吃都說很好吃的 嗯... 我覺得主要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要把蝦味先出了 所以它一開始煎的位置 我寧願它是... 煎得金黃色一點點 不過我煎到黑黑的 出事了 那... 是... 嗯... 煎餅問題 嘩... 好熱 那最後呢 雖然沒有人問 但為什麼我要戴帽呢? 因為... 一個月前 我... 覺得... 柔案天是有一個發應 所以是看光頭 那現在可以看到這個頭髮呢 我會更是... 稱為光頭 谢谢大家